大家早 我是小林 又到周末了 我们这一辈子每个人 他都有各种各样的时间表 schedule 英文叫做schedule 有大的时间表 有小的时间表 大的时间表 你这辈子比如啥时候上小学 啥时候上大学 啥时候毕业 啥时候找工作生孩子结婚 等等 有各种各样的时间表 大的时间表 还有小的时间表 像我这个印象 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 盼游戏推出 小的时候特别 喜欢打PlayStation 大了也喜欢 没出国之前都喜欢 我出国之前就把 我的PlayStation游戏机卖掉了 PlayStation4 到了这边 关键是现在没电视 暂时玩不上 怕游戏啥时候推出 电影啥时候能看 有各种各样的时间表 我们这个席包子 他也有他的时间表 比如今天我们说到 这席包子现在头等大势 非常明显大家都知道 百年党庆 不得了 现在外面是风声鹤唳 刀光剑影 八国联军 二十国联军 天天不是那个制裁 就那个制裁 什么疫苗又出问题了 那里又出状况了 都不好 里面也不好 里面今天来个大爆炸 明天来个这个那个的 都不消停 但是我这个墙 墙内墙外 墙外你看这溯源 还有病毒溯源 每天都在过去 九十天那里 你想想这个时候不是倒数的 你那狗屁玩意 在百年党庆的时候 你应该摆个 摆个schedule看一下 这九十天已经过去了多少天 你给自己倒数啊 对不对 现在应该倒数什么 现在不应该倒数 你这狗屁打 百年党庆 你应该倒数好 这九十天 你作为一个公务员 你是收财政公司的 不要忘记 你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你牢记着 你是收工之作 是的不行吗 我都不明白 国内这些公务员 你有本事 你个个都别收工资 你收了工资 你先摆正你这态度 不要给我谈什么理想 你摆正态度 你收工资做事的 那你这工资是随发的 像随负责 这永远在国内没有这回事 其实你就要搞清楚这个东西 你收的工资是税金来的吗 包括席包子 包括一切的行政机关 那那税金来一来 那人民群众买 所以你说是世界上 哪里有这样来的 明显的这个政府是你养的吗 但是他天天他比你牛逼 这说不过去的 明显的 其实是个强盗的行为 没有民主其实是个强盗的行为 他窃取了你的权利 溯源90天 哎呀 反正外面惊涛骇浪 但是不妨碍 反正独裁者们各个稳如泰山 比如金三胖 金三胖也是稳的要命 最近开始流行减肥了 他确实减了不少 看来朝鲜国内 连金正恩都没吃饱饭吗 哎 你看看我们习包子就不一样 习包子从来不愁没饭吃 还是中国共产党牛逼 为什么呢 中国共产党韭菜多 14亿韭菜割不完 哎 那个什么7000年大会呀 什么三年困难时期 哎 我看过很多纪录片 也是看回来啊 当然我不可能经历过 当时是 不是三年困难吗 这个吃素皮啊 还要一指而吃啊 就吃别人的小孩 也别人吃我的小孩 就这么困难 这么困难的时候 中央搞个7000年大会 仍然能够吃上大闸蟹 哎 你不要 然后就开个会 大家吃吃大闸蟹 然后就反思反思 嘿嘿嘿 这就是 然后大家鼓掌 哎呀 太伟大了 反思了 嘿嘿嘿 哎 你们这些屁民真好胡弄 是吧 哎 反正现在墙外刀光剑银 嘿嘿 墙内红旗飘飘 红旗飘飘 红旗飘飘涌不倒 另外一番风景 风景这边堵好啊 是吧 哎 这个中国 防火墙不得了 所以首先第一个感叹一下就是 哎 这个中国防火墙啊 确实牛逼 现在你啊 非常纳闷 墙内墙外 完全不同状况 外面你看到都不行啊 特别最明显的就是这个疫苗 嘿呀 你看到这科兴怎么行啊 你看一下那什么智力啊 这些你爆出来 反正是打中国疫苗的堵拉机 那疫情都按不住 简直是 很明显 在墙内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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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一个人 自然死亡都不止一个人 老大你接种了几个亿人 死了一个人 哎 不好意思 真的是 哎呦 你就是吃个感冒药都不止一个 几个亿都不止一个 你走到街上面吃豆腐 把你呛死的 几个亿都不止一个 哎呀 真的是 哎 没好气说 现在真的想那位 还指明要打个打科兴啊 有些小粉红五毛我祝他好运 只能是祝他好运 啊 这是一方面呢 就信息简直不对称啊 现在 其实就墙内 你不要说墙内墙外 墙内你打开个股市 看看你 天天没好事 然后看看你的钱包 就天天没好事 看看你那房子也涨不起来 你就纳闷了 对不对 其实这墙内你看看 你那钱包 把钱包一打开看看 就非常苦逼 哎 信心不知道哪里来的 就不看钱 啊 鸡血打起来 但是反正呢 现在围绕着这个百年党性啊 也是上上下下忙个不停 开展各种各样的工作 首先我们看上面嘛 上面主要是细胞纸本人嘛 看到最精彩的 就今天嘛 放出了一个视频 是习习包子啊 带着一堆常委宣誓嘛 宣誓嘛 就读读一遍那个 这个 入党宣言啊 入党宣言 入党宣言 我从来没考虑过入党 也从来从来没 所以我不太清楚了 一段什么 反正就勇不叛党啊 什么 什么 把一切奉献给党啊 等于云云啊 就这么个宣言 带上一堆的常委 什么李克强啊 刘鹤啊 什么赵乐际啊 韩正啊 王岐山啊 王岐山很可怜啊 现在白发苍苍的 可怜的招老头 站都站不稳 没办法啊 所以就是 一堆这个常委啊 全部就宣誓嘛 其实这个相当于 我觉得有点是 还是搞团结的意思嘛 搞斗争搞团结 为什么这么解读呢 就 现在你知道很多中共官员 被制裁嘛 整天被制裁 所以上阵子才搞了个反制裁法嘛 因为下面的官员 喂 我整天天天被制裁找搞啊 那个国家要帮我解决 是不是 你组织不帮我解决 我怎么怎么怎么 忠诚于组织啊 我怎么替组织做事 组织都不帮我 做好保障 对不对 而且 你天天发现金也不好弄 组织也监管不到 家里面一堆现金到时候就说 哎我就是一堆现金啊 不给啊 我确实是一堆现金 也不好弄 所以从哪个方面 最后就搞个反制裁法 也要搞个数字元秘密也快了嘛 所以现在这样集体拉着 被席包子拉着上 这群人就是被绑架了 席包子就绑架了后面这群官员 你们全部跟我一起宣示 而且是录像的啊 发到全世界去 哎你看看我席包子自个觉得 你看看我们多团结 我们整个干部队伍非常团结 哎我就在想你 你干嘛不拔了以前的老同志也拉上嘛 这个时候其实 爸爸什么温家宝啊 江泽民你可以把他们也拉上吧 看看老同志反正都不参与 哎你们当现任的你们搞去 我们都退休了 把我们拉上干嘛呀 所以现在一群在任的 哎这公司收的也不容易 不好搞 收收这一点钱真不容易 所以就 就这些这这些官员就在在搞团结 搞斗争 洗包子这一块 搞就是互相绑定 再做这个工作下面下面更精彩 下面就拍马屁拍的轰轰的下 我看到几个很有意思的新闻啊 一个是 中石柔 中石柔 发布了一个 经过六年的集中勘探 其实这种玩意以前都试过 凡是什么大节日啊 党庆啊 节庆 他就无端端就发布 哎我们又挖了一个大油田 哎呀不错不错 这这种以前就是这种套路啊 今天也一样 啊这个是给习给习包子献礼嘛 都给党的什么百年党庆献礼 我们又挖了一个大油田 哎呦不得了啊 在塔克拉玛干沙莫福地 塔里木河南部 一万平方公里的富满地区 这些都不知道啥地区 有油里都不知道怎么运出去 所以这些是没有屌用 啊但是他他反正给给你 吹吹吹吹给给党献你 今天呢放烟花 其实就是古代的放烟花给皇帝看 一样的中国石油塔里 中国石油塔里木 柔田肉天 新发现十亿吨 这个也是算出来的 大概有十亿吨 就是他反正勘探嘛 随便他说嘛 极超深 其实这超深已经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他深度非常深 挖出来的成本也高 没有一点卵用的东西 超深大油气区 近日了塔里木盆利富满地区 做人知道深度什么八千多米 转井深度达八千四百七十米 这么深有了用 人家安联酋沙特 那些国家的油田 打个一米 就油就蹦蹦蹦出来了 你挖个八千多米挖出来的油 有毛线意义 你还亏你写得出来 真的是服了 挖个八千多米 告诉我有油 你怎么怎么弄出来都是个问题 能不能弄出来都是个问题 你说里面有油 我告诉你全世界海底都有油 开发成本 多贵 你算海底资源 那我告诉你 日本的海底资源用都用不完 在临海里面 这是开发成本问题 为什么日本去进口油 他也不担心别人就制裁他 光明屡落 人家做人堂堂正正的怕什么人制裁 怕人他都根本没想过 吴端端会不会把马六加害瞎封闭了 人家哪里需要想这些问题 想这些问题的 要不就是心里面有鬼 要不就是神经病 你知道吗 天天觉得人家要害他 哎呦 反正就是这是一个县理 还有一个县理就是放卫星嘛 以前都是这样嘛 凡事大结局 神舟十二号中国人圆满成功 创造了五个中国首次神舟十二号 载炎上天 还是什么空间战云等等 哎 其实非常搞笑 这事就非常搞笑 为什么非常搞笑 你这个 你买个东西回来 我看怎么比喻好啊 比如你买个车会开车了 会开车之后 嘿 我实现的首次 你只能说你会开车 对不对 你买了个车回来 然后开到路上 你你是会开车 你最多就说你牛逼车技不错 把车开得很稳 对吧 你买了个装备回来 然后打上天 你就是会开车的概念嘛 你就是会用了 哎呦我今天会用手机了 像我那个老奶奶 老奶奶说 我今天学会了用手机 她很开心 学会了用开电视 她很开心 对不对 你这个 你买了个很多原材料回来 比如引擎也是买回来的 各方面面 关键零部件全买回来的 要拼装一下 拼出个组装电脑 哎 今天你终于学会了组装电脑 我们好多年前 我们现在可能很少吧 组装电脑 以前特别喜欢弄电脑啊 我们那个时代就喜欢组装电脑 就是个组装电脑的概念 买个内存 买个主板 配个硬盘 配出个组装电脑 然后我们实现了 没有人呢 你搞个组装电脑组装完 然后你说 我在家里面实现了几个第一 几个首次终于把电脑弄出来了 没有人这样吹的 对不对 全部都不是你做的 然后你拼装一下 然后你说我实现了自我品牌的电脑 这有意思吗 然后你在家里面拼一下 我包子牌的组装电脑 这不扯淡吗 是不是 就放卫星也是给细胞子献你 还有什么献你 还有一个献你 其实大家没发现 没发现 其实香港这两天抓苹果日报 我告诉你 也是献你献给细胞子 因为这苹果日报老不听话了 我三万四说了 香港人不知道怎么搞的 不会自我审查 这香港人真的好讨厌哦 哈哈哈 党中央觉得 是吧 这个中共党 中共党中央觉得 我在国内 你不要说把你老婆老板抓了 我在国内 就是给你个眼神 你马上你就自己乖乖的 你就投降了 对不对 你明天你就自个的 乖乖的把那苹果日报关了 对吧 扯淡你看香港人 我把你老板抓了 你们天天还在对出报纸 无法想象 你在大陆无法想象 他怎么这么不怕呀 这些人怎么搞的呀 是吧 香港人怎么搞的 这还有那个一传媒的股票 怎么天天还在交易呢 这个就是扯 你放在大陆完全无法想象 就香港人不会自我审查嘛 我说了包括司法系统也没缓过来 是没把他抓了对吧 哎呀 反正这两天把他抓起来 给习包子又献你 这个就是港的就国安处嘛 国安处又办了个大案 一个希望你们闭嘴 特别是这个党庆百周年 你们不要再乱说话了啊 再乱说话 我们又要行动起来了 一方面他可能也不太想行动 我们就怕把这个问题又要搞大了 到时候说我没有新闻自由 我是搞正 因为你牵涉到新闻自由 你确实打下去 你没好说的 那就是政治迫害嘛 所以他可能之前也留个口子 那现在马上百周年了 也是要敲打敲打苹果日报 你们别再乱说话了啊 百周年里面别别乱乱乱整 看一下吧 我看作用不大 因为美国也跳出来 然后苹果日报的工会啊 也是说要坚持出报纸 就这么个事 其实啊 背后都是围绕这个百年了 所谓的百年党庆 在做文章 上面的县里擦鞋 我们叫擦鞋拍马屁 上面的搞斗争 就这样啊 搞完些后面一个接一个嘛 事情明年就 又是要连任啊 又是要要冬奥会 很多事情出来啊 最后我们提炼一下吧 总结一下就是 细胞子现在也破罐子破甩 往死里弄 往现在你外面这么多事 他没想去解决 里面先整起来 看就是这个节奏嘛 现在中国国内就这个节奏 嗯 完全是破罐子破甩 当皇帝 反正把这个事情解决 而且当皇帝当了 永远当不稳 永远都是大清洗 再大清洗 再大清洗 这些官员也坐不稳的 所以我觉得以后也没什么好当的 这公务员天天都有各种的政治审查 这当不稳 不好搞 以后的官员都不好当 真的是唯有跑路高 就跑路最好的 跑跑路里自由 把钱一套 像我们潘总 潘总最牛逼 所以就这几个事嘛 百年党劲我们就扯了一扯 随便聊了 聊一通 那先到这里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的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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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